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8月6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六条新闻跟大家准备好了 但是在说这六条新闻之前 我还想来说一下关于刀狼这件事 我昨天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就是传说媒体上说 纳英要起诉刀狼这件事 就分析了一下 如果纳英起诉的话 他会不会赢 然后我就分析 他会不会赢 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就是刀狼有没有对纳英 进行诽谤的行为 第二就是刀狼如果有了这个行为以后 对纳英有没有形成伤害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都齐备了 然后纳英才会赢 那么我昨天就分析 刀狼对他的这个寝权行为 应该是能够认语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寝权行为 他并不是说这个刀狼就指明那信 如果刀狼就指明到信的话 那肯定是没问题 那么刀狼不指明到信的时候 如何来认定 就是来看一个有判断力的人 会不会认为刀狼他指向就是纳英 有判断力的人会不会这么认为 那么现在呢 有个社会现象 基本上中国社会上绝大部分人 都认为刀狼的这首歌就是指向纳英 纳英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指向那四个人 纳英是首当其冲的 那么这个其实都有证据的 这些人全都来骂纳英 还有呢 很多的专家来分析的时候呢 都认为就是指向这四个人 其中有纳英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 这第一个已经是可以认定了 那么然后呢 就是对纳英造成的伤害 这个伤害呢 我们看到纳英每一天 都受众了很多人的围攻 这个网络暴力呢 是实实在在的 纳英呢 如果说他完全不在乎 老娘才不在乎呢 其实这就没有形成伤害 如果纳英说痛苦不已 有一些实际上的那种伤害 比如说心理崩溃呀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个伤害也是一个事实了 那么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可不纳英就赢了吗 有一些网友啊 他就不接受 你知道吧 你不接受是一方面 事实是另外一方面 而且呢 有的人来骂我 我只是分析一下啊 有的人说 你这就判了没有 我只是分析 我现在又不是一个法官 对吧 我现在不是一个法官 我只是在分析 如果纳英起诉的话 他会不会赢 我认为是会赢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有的人就是说 那以多少人认为 这个他指向纳英的 才能被确认呢 这个标准呢 是这样的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的话呢 他会用这个陪审团 陪审团呢 一般的来说 会有12个成员 这12个成员里面啊 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他是指向纳英的 那么这个就成立了 这个就成立了 也就是说呢 12个人里面 有7个人认为他是 那么他就成立了 美国好像有的州呢 对这样的认定标准呢 还有不一样的规定啊 有的人没准说 五个就行了 没准有说六个就行了 有的没准呢 是七个就行了 总之呢 应该是一个多数 那你可能说了 那既然是多数 五个怎么就行了呢 因为这六个人里面 没准还允许 这里面有吃不准的 有弃权的 你知道吧 就是没准啊 西方的这种标准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标准 然后呢 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啊 这个陪审团成员啊 是由双方的律师来挑选的 因为我参加过这个过程 整个的挑选过程啊 我知道他是如何来挑选的 那么他挑选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 在西方国家 因为人家法庭上 用的语言是英语 如果你声称说 我不会英语啊 那么他就不会要你 如果你声称你会英语 但是呢 在他问你问题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啊 你这英语啊 没有那么好 那么他也有可能不要你 第一就是 语言这个能力上 第二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利益冲突 你比如说这个案子呢 如果说是关于 一个环境保护的 那么你是一个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 那么你在这里面就首先你是有了利益冲突了啊 你首先是就戴了有色眼镜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 这样的一个陪审团成员呢 是不会要的 这是一个就是利益冲突 反过来说呢 比如说啊 刀狼这个案件呢 如果要挑这个陪审员啊 如果我是一个以前的时候 我是一个积极的为刀狼奔走 主张他权利的 比如说十年前啊 说他们这四个人曾经打压刀狼 我去积极的为他主张权利的 那么这一次的案件当中呢 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陪审团成员 因为我有利益冲突 我可能会向着刀狼 你知道吗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呢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合理判断能力 你的逻辑能力有没有问题 他也会问一些问题了啊 比如说呢 在法庭上啊 一方的律师 比如说我是一个律师啊 就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啊 比如说我来问一个 待定的陪审团成员 我就问他 你认为我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啊 如果这个人他就说 你是中国人 看你长相你就是中国人啊 那么这个是不会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犯了逻辑错误 他的逻辑判断不行 单凭长相不可以判定 他是中国人的 说中国人不是指国籍啊 是指这个血统啊 你就不能够判定 他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呢 你单凭一个长相 你就判定他是中国人 那就说明你在逻辑判断上 有一定的缺陷 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律师是不会要你 作为陪审团成员的 这样一说你明白吗 就是说作为西方来说啊 他是用陪审团 来审理这个案件 那么如何做到 他是多数啊 这是比较明显啊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没有陪审团 中国假如说就只有一个法官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又有判断说 一个正常的人 有逻辑判断的人 能不能认定 刀狼这首歌 他就指向于纳英 那么这就是中国的法官 他来判断 他是一个有逻辑判断能力的人 不然的话呢 他当不了法官 就是前提就是人家法官啊 是有这个逻辑判断能力的啊 那么他就认为 刀狼虽然说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呢 我认为他是指向他的 他是指向他的 这个法官也有可能就看这个公众 你看呢 在公众绝大部分人 比如说纳英那儿啊 现在有很多人跟着留言啊 比如说一百万人跟着留言啊 九十九万都认为 就是指向纳英的 那么他就是指向纳英的 就是这么来判断的啊 有的人说 法律是讲证据的 能根据民众的认为吗 这个民众的反应就是证据啊 他本身是证据 是这么来判断的 很多时候呢 都是法官 他用他的逻辑来判断的 比如说美国现在攻击新加坡啊 前两天我说了 新加坡呢 判了一个毒贩死刑的一个案件啊 那个毒贩他就变称说 他那个箱子呢 不是他的 他是帮别人带的 但是呢 法官不信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 我信和不信啊 对吧 我不信 那么他这个 有一个前提 他一定是 他只说别人帮他带的那个人 肯定是不承认 肯定是不承认 那个人如果认了的话 这个案子肯定不会这么判断 对吧 有很多的时候呢 当没有证据指向的时候 就由法官来判断 有的时候有直接证据 有的时候没有直接证据 都是一些间接证据 知道吗 是这样的 有好多朋友呢 你们不明白法律 这个呢 都有情可原 好 现在呢 就正式进入说 我今天的新闻联播的内容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第一条新闻 第一条新闻呢 就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 莫斯科进行了无人机的攻击 一开始的时候呢 媒体报道的搞不清楚啊 好像是无人机攻击就成功了 成功的破坏了它一个摩天大楼 其中的一层外墙啊 但是后来呢 经过澄清和确认 就是说呢 前两个无人机呢 都被击毁了 后一个无人机呢 是在这个线号干扰的情况下 它掉了下来 而破坏了那个摩天大楼的那一层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确认啊 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啊 8月4号的时候 又有这个报道说 乌克兰呢 又用那种无人艇 在黑海舰队半夜的时候呢 就出击啊 用450公斤的炸药 击中了俄罗斯一个 4000吨级的军舰 这艘军舰呢 也被击沉了 8月4号的时候呢 就有这样的报道 那么俄罗斯呢 就说那些个无人艇啊 都被击毁了 说俄罗斯方面没有受伤啊 但是这个消息呢 经过两天的沉淀以后啊 今天我看到 《环球时报》报道的时候呢 也说到了俄罗斯的军舰 受损严重啊 我看到乌克兰方面 发出来了视频啊 这个视频里面显示呢 俄罗斯那大军舰呀 已经都倾斜了 已经都倾斜了 倾斜的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头就已经下沉了 把另一头就撅起来了 那么还有俄罗斯的拖船 就来拖它 从这个视频来判断呢 俄罗斯的军舰确实被击沉了 然后呢被拖走 可是我就有一个疑问啊 如果说450公斤的炸弹 来炸它 是炸把它炸沉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它着火冒烟的 那样的视频呢 为什么没有这个呢 是不是 只是一个船斜着 然后另一个船在拖 这个视频好像也可以作假呀 现在是科技手段对吧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呢 《环球时报》啊 确实在说这件事 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呢 在利用这个无人机 无人艇 这种成本比较低的 灵活机动的 这种攻击方式 来对这个俄罗斯的军队进行攻击 而这种攻击方式呢 有的时候还真是防不胜防 然后呢还挺有效的 但是呢 我也看到军迷分析说呀 说乌克兰现在改变这种战场的态势啊 一方面呢 就说明乌克兰呀 他这个大反攻他打不了 他打不了 他嚷嚷了很久的大反攻呢 现在等于说呢 这个计划就放弃了 为什么会放弃呢 他肯定是没有弹药啊 那为什么没有弹药呢 是西方不改 军迷就分析说呢 一方面啊 就是他这大反攻啊 一定是打不下去了 原因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乌克兰现在用这种方式啊 能不能以扭转战争的这个胜负 军迷认为呢 是不能的 为什么呀 任何一个战争啊 都不是靠这种小技巧啊 小大小闹的啊 偷袭啊什么的 都不是靠这个定输赢的 都得靠实力 而实力方面呢 俄罗斯是远远超过这个乌克兰的 乌克兰呢 还别说是没有了西方的大力援助 就是他有西方的大力援助啊 他毕竟是个援助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赢不了的 这是关于就是乌克兰现在改变这种打法的啊 他说明了什么 这是这个事啊 另外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今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啊 是环球时报报道 只有一句话 这句话呢 就是说 当地时间8月3日晚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叶尔马克表示 乌克兰当天开始与美国就安全保障双边协议进行谈办 就这一句话啊 俗话说呢 就是说这个新闻越短 问题越大 问题越大 我认为这个新闻 它说明什么呀 说明呢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发生变化 以前的那种支持方式啊 可能被放弃了 他们在探讨一个新的来解决乌克兰这个问题 或者来定位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新的方式 我认为是说明这个 好 这是第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 是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 那我看到了一个报道说呀 这个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美中外交资深官员 本周在华府会晤以后 这句话呢 就是说本周 今天是新一天啊 这是说的昨天 以前就这个周啊 本周 美国和中国资深的外交官员啊 在美国的华盛顿会晤了啊 会晤之后 英国的金融时报 四日报道说 双方有意开辟新的沟通管道 以处理争议性一体 为美中关系的稳定 带来正面的讯号 我们再结合刚才第一条新闻啊 那个非常短的那新闻 美国在和乌克兰商谈 如何来处理乌克兰这事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认为美国 想把重点放在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关系上 那么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想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啊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呀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呀 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呀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报道是说呢 说中国外交部 北美大扬州司长杨涛 说在上月31日的时候 在华府会晤了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 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 贝沙兰 接着五角大厦 在本月的二日公布 杨涛与美国国防部 印太事务助理部长 瑞特纳会面的讯息 就是美国呢 他寻求和中国国防部 进行会晤而不得 之前的时候呢 他就把中国驻美国大使 给他叫到五角大楼 去开过会啊 开了一个常会啊 那么现在呢 他们又把中国外交部 大扬州司的司长 杨涛又叫去 和他们的国务卿 助卿 以及他们的安全官员啊 然后由五角大楼 来发布了一个消息啊 其实呢 可能还是在讨论军事方面的 或者他希望讨论军事方面的 就是说美国呢 要把重点啊 放在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了 中国呢 我就是不脱口 军事方面和你直接沟通 你想从我军事的方面的官员 国防部的官员里面 想探究到 我军事方面的那个情况呢 你是办不到 另外呢 美国的媒体呢 现在就在炒作 一个英国作家 所写的一本书 叫东方依然红 我们从这个书名 我们就知道啊 这本书 他写的内容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 东方红太阳声 对吧 东方红这三个字呢 是深入人心的 那么他写的 东方依然红 这很显然是一个 力挺中国的 或者是呢 对中国一个非常正面的 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现在在美国以及西方的 引起来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轰动 就说明这本书 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看了一下报道啊 这个书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书呢 就是以一个客观的 一个笔触 来描述中国当今的情况 中国呢 一直就说 欢迎所有的人啊 到中国来走一走 看一看啊 有的人就说了啊 我想到中国去走一走 看一看中国不让我去 尤其中国制裁的那些人啊 像什么卢比奥啊 什么之类的 那些人当然不让他来了 你本来你就是一个恶毒的人啊 就不让你来 你真的是想了解的这些人呢 你可以来 中国是欢迎的 因为那些坏人 为什么不让他来啊 比如说他说中国新疆啊 有种族灭绝啊 他本来他就知道中国没有 他就是来造谣的 对不对 你让他来 有什么用啊 他还是要造谣你啊 并不是说他对你有一个误解 那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不是很清楚啊 我听说是什么什么 他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为了造谣的呀 他知道他那是个谣言啊 你这样的一个人 中国有一句话说呢 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他就是个装睡的 你说你去理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英国的作家所写的 东方依然红 对于那些呢 不了解中国的人啊 能起到了一个 澄清事实的作用 所以美国是非常害怕 这样的书的 好 第三个新闻呢 就来自于美国了啊 我不知道大家呢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啊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芝加哥 有四百多个青少年啊 去打砸那些 7-11那些店 7-11那些店 那么警方呢 抓了好几十个 特别让美国人震撼的是什么呢 就这些人全是青少年 你要说是青少年 你不要以为说啊 都是二十郎当岁啊 不是 都是二十岁一下的 他抓的那几十个啊 美国报道的啊 美国警方功夫的啊 都是12岁到20岁的 可以说就是少年 就美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这些犯罪啊 低龄化 恶劣犯罪 低龄化 或者低龄化犯罪 越来越恶劣 把7-11呢 抢劫欲空 这个我看到 美国呢 社会非常的担忧 孩子们都变成这样了 怎么办呢 其实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中国曾经呢 有一度啊 那些个恐怖分子 就新疆的那个恐怖分子 打砸杀人 对不对 拿砍头刀杀人 制造那些爆炸的事件 结果后来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呢 中国就搞了一个那个设赔中心 就是美国攻击的 说啊 什么强迫劳动什么的啊 其实都不是 搞那个设赔中心 把他那些有犯罪苗头的那些青少年呢 你给他弄来呢 进行教育 一个是呢 进行教育 让他们向好 另外呢 你解决他的就业啊 等这些问题啊 提高他们能力 中国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美国来攻击中国 美国攻击中国 不是说他有误解 不是说他认为说 哎你这个办法不好 或者你办法没有收到成效 不是 他就是看到你有这么个事呢 可以拿这个事来炒作一下 来煽动一下 来鼓动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我以前就说过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美国的青少年问题呢 其实他们自己 也想了好多办法来解决啊 但是他那些办法呢 也都不好 他的那些办法有一些啊 就是比中国的设备中心可差远了啊 他那个可绝对是把那青少年弄去以后呢 出现很多问题 就跟监狱似的 第一跟监狱似的 第二呢 就是那些个管教人员啊 对那些女孩子就性侵犯 甚至于强奸啊 都有的 对不对 最著名的就是西尔顿的那个小公主啊 现在都不小了 四十多岁了啊 那个Paris Hilton 对吧 他都出来 当着记者的面 开记者会的时候 声味俱下的控诉 他的家长就把他交给了那样的机构 而那样的机构是如何来虐待他的 他就来控诉 可是那种事情啊 在中国那教育中心可没有啊 美国就把他自己发生的事啊 愣安到中国的教育身上 那你美国现在青少年这么的恶劣 对不对 你要是说真的想改变的话呢 你向中国取取经啊 是不是 你甚至于你可以从中国引进 进口中国的这种服务啊 中国来帮你把青少年进行再教育啊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你就和中国 你就对着干呀 自己啊 一堆问题 还去捏造事实 去攻击中国 那你能好得了吗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美国算是完了 美国算是完了 这样下去就完了 这两天啊 有网友啊 告诉我一个事实 有网友告诉我说啊 他说你知道 其实零元购啊 他不光在加州 加州规定说 950元一下的啊 就不算犯罪 但是呢 他也算那种 就是中国的行政处罚那一类的啊 不算刑事犯罪 他是属于那个 加州是950元 你以为说 加州是最高的呢 说不是 在美国啊 每一个州都有这样的规定 绝大部分的州 都比加州要高 那加州为什么出现这个呢 出现问题的 我刚才所说的 三四百青少年冲入 7-11的这个事发生在芝加哥啊 那么芝加哥发生这个 加州发生这个 为什么这两个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是因为啊 他发生这个事啊 就算是950以下 按说警方也可以干预的 知道吗 也可以对他进行拘留 进行这个罚款 这些也都可以的 但是呢 因为民主党执政的 民主党的这些州啊 他们就对那些人群呢 放纵 以吸引选票 你去看美国他本土人 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 不和中国搅在一块 他们的讨论 是怎么讨论的 他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州即便是 他那个坎儿是一千 一千多元 但是呢 也不像加州 像芝加哥这么严重 为什么呀 他就是那些共和党执政的州 就没有这个问题 警察如果你执法严的话呢 就他跟着砸 警察就管 也不至于 关键是在加州啊 和在什么芝加哥啊什么的啊 他是跟着砸的时候 你报警也没用 警察不来 警察来了也没用 也不管 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情况 并不是说呢 就加州 把这个订得太高 不是 有的是比他高的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华为啊 华为现在又传出来了大消息啊 那么华为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呢 它的手机 基本上呢 就不生产了 很有限啊 因为没有芯片嘛 那么他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人说 哎呀我不给你设计的芯片啊 但是呢 人家华为说啊 我有我自己设计的芯片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这个 后来说呢 我不给你的操作系统 人家华为说呢 我有用自己的操作系统啊 当时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提出 这个操作系统啊 不是说说有就行的啊 它是需要这个操作系统的生态环境的 那么今天华为就公布了 说他经过了这几年以后呢 华为的操作系统生态环境已经建立起来了 他的生态设备已经超过了七个亿啊 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了 对吧 美国要打压中国的 这是打压不住 很快这个华为啊 有可能 如果说芯片再能生产出来的话呢 那么华为将来啊 一定啊 仍然是王者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台湾的 我很久没有关注这事了 我今天看到的新闻哇吓我一跳 前一阵子的时候呢 不是有人出来指控那个黄子娇性侵犯吗 那黄子娇呢 还痛哭流涕的啊 做了一个视频 虽然不露面 但是声音呢就是他啊 他就说呢 台湾的娱乐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事 为什么说就我啊 被当成靶子啊 别人都没有 然后呢 他还拉出来了好多人啊 其中还包括大小S对吧 说他们啊 全都有事啊 什么吸毒啊 乱搞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那些事都有 我还以为这事呢 慢慢的就完了 今天我都看到新闻 这个黄子娇啊 可是正式被捕 并且被提起刑事控告的啊 那么今天我看到报道呢 应该是昨天的时候他出庭 出庭呢 在法庭上 法庭给了一个三十五万的保释金 也就是说呢 黄子娇交付了三十五万的保释金以后呢 就离开法庭 但是啊 什么旅行证件交出啊 不得离境啊 等等等等啊 也就是说黄子娇呢 现在他是一个准罪犯来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